现场的球迷朋友我们掌声给苏建文老师 要我赤词真的好紧张 比赞这个裁判还要紧张 在这边非常佩服的那些演说家 他们那么专业 演讲的时候我们不用稿子 我的专长是裁判 那希望各位容我拿稿子 好不好 好 我们最具行动力的蔡会长 那个台康的王董事长 然后台康的教练球员 中心的教练球员 其实现场的球迷大家好 好 然后非常荣幸 也非常感谢联盟 及台康球团为我引退一事 所做的一切 谢谢 裁判生涯一路走来真的很辛苦 但我不会后悔选择这个角色 心路历程 其实我内心是充满感恩的 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 能在棒球这个领域里头 还有发光发热的一个角色给我 我非常的感恩 然后谢谢联盟长官 长期的栽培 然后成就了我的能力 然后谢谢各球团 牺牲奉献 极力支持台湾棒球的运动事业 让我有了养活家具的一个工作的机会 我非常的珍惜 那我也非常的 谢谢聪明的支持与鼓励 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会使我的工作 不会更努力的想把工作做好 然后最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老婆 没有你在背后的大力的支持跟体谅 就没有今日这光荣的时刻 人终究敌不够碎的累期 终究一日都要从工作岗位 退下来 非常感谢联盟会长 民主党这边给予我 新的任务 就是在俄军 做传承教育的工作安排 我非常感谢 我没有离开 我一直还是在棒球里头 我能一柄对棒球 热情的一个初衷呢 然后竭尽全力的 把我所学 无私的传承给我的学弟们 然后最后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你们 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 是的 掌声谢谢苏建文老师 是的 苏老师 您留下执法3381场这个数字 也为后辈们树立了一个追求的目标 当然联盟也借重苏老师丰富的经验 邀请你担任联盟裁判组副技术长的职位 继续在俄军培育更多更好的年轻裁判 我们也期待苏老师能够帮台湾的棒弹 训练出更多的火眼金金 好的 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请我们的苏老师 先移架我们前往一垒的垒包 好的 各位球迷朋友都知道我要干嘛 来 苏老师我们往一垒垒包走 好 这个梗呢 在我们公布苏老师隐退仪式的时候 其实很多乡民朋友都猜到了 那我们在私下问过苏老师 生涯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 那苏老师说在2003年 兄弟跟新农总冠军战第五战 有一个一垒的判决让他印象最深 OK 那么我们今天本来也有邀请郑兆航教练要来到现场 毕竟他也是当年的事件参与者 但是因为今天乐天他也有比赛要进行 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但是郑兆航教练也录了一段影片 现在呢就再一次的请大家把我们的目光投射到外野的大萤幕上 让我们再一次的重温当年的比赛画面 以及Alang的祝福影片 这球打得扎实 左中外野方向 落地形成了一个深远安打 二队上豪者轻轻松松的绕过三人要回来 之前呢在整个游点拳打几率 偏低的新农流队的三四方 这时候是肉彩一垒的情形之下 郑兆航是被判定出局 这恐怕我们得持续地把镜头锁定在场上 因为牛队毅然会上来做抗议 那今天担任一蕾审师傅建文前生 在那个当下我们是落后兄弟的嘛 对 我记得我是落后兄弟 那那场球非常重要 那我打那一支很大 因为打出去我觉得我这个打的感觉很好 所以我看了一下球 然后看这个当下 看一下零包在这边 就是脚去挂 那当然各说各话 这个正常好像落雷 办理一下 这时候呢在刚才整个 争吵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火气也上来了 就是稍早的一个画面 结果已经是被判定驱逐出场 这是刚才第一个 很痛苦 这是很百分不舍 因为只要球机开导都会看到 然后就会有我们美好的记忆 就会在脑中就会浮现我们美好的记忆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祝福苏老师特休生活 更加精彩 然后记住我们发生的点点 有一场首脑爱也 哇 掌声来一下 真的勾起很多老球迷的回忆沙 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相当的经典 那么各位球迷朋友 我们先准备好掌声 你们知道我要干嘛 看完影片之后 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当年新农牛队的总教练 陈威臣 掌声欢迎辉总 辉总好 辉总好久不见 哇 辉总呢 目前也是在台冈科技大学的棒球队 来担任总教练 今天辉总也准备了一束鲜花 要来送给苏老师 并且献上自己最诚次的祝福 好 一个大大的拥抱 跟各位小小的爆料一下 其实苏老师在出新书的时候 威总也有打电话送上祝福 恭喜苏老师出新书 所以在场上的风风雨雨 过了就过了 其实也不会影响大家在场外的好感情 我们先看向我们的媒体朋友 让他捕捉这个画面 好 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先帮我们把花收起来好不好 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 很难得两位贵宾能够同光 我们是不是一起 跟现场的球迷朋友我们挥挥手 谢谢他们今天的支持 谢谢 好了 球迷朋友我们今天就是在哪里发生 我们就在哪里结束 2003年冠军赛在澄清湖球场的一垒 充满了火药味 但是20年后的今天虽然同样在澄清湖的一垒 但是不一样的是今天充满了尊敬和祝福 球迷朋友我们再次给两位热烈的掌声 谢谢他们 今天真的是充满了人情为了一天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马上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开球仪式了 请苏老师跟威总 我们先往开球的位置来移动 我们今天呢是邀请了苏建文老师 来为我们担任开球投手 同时也要由蔡奇昌会长 来为我们递上手套跟比赛的棒球 而陈威城总教练呢 则是为我们担任今天的开球打者 那么今天呢 我有说过今天是大场面 场上的都是大人物 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是今天为我们担任开球的捕手 今天为我们担任开球的捕手呢 我们邀请到曾经他在冠军赛演出经典跨篮动作 跟苏建文老师抗议好坏球 今年他正在追求一千胜的诸葛红忠 红一忠总教练 掌声欢迎 今天是不是很经典啊 球迷朋友们 很经典哦 今天的打者跟捕手都是跟苏建文老师有过一些抗议的 都是相当的精彩 苏建文老师 你准备好就直接开吧 好不好 好球 谢谢苏建文老师为我们今天的比赛开出器精彩的好球 同时我们要看到红总敦某也是相当难得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场中进行最后的一个合照 我们也邀请到台缸的王董事长 王久芬董事长 还有中信兄弟 平野会衣总教练 以及苏老师的夫人 和今天我们执法的裁判 一起到场中进行最后的大合照 好 站在我们苏老师旁边的就是他的夫人 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一定有一位伟大的女人 就是我们苏夫人 手上拿的就是3381 我们苏建文老师3381场执法裁判的这个手牌 好 我们看一下正前方的媒体朋友 好 樂 好 好 好 到此南